房產網站veilter.com及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 星期四發布報告顯示 受抵押貸款利率上升影響 全國住房市場供應呈現短缺態勢 尤其是低價房源 目前代售房屋的供應量僅為2019年的一半 令購房者陷入困境 報告指出 年收入10萬元的購房者最多可承擔約34萬1千元的住房價格 然而5月份僅有39%的代售房屋價格在這個水平以下 在一個平衡的市場環境中 64%的房屋應該對這類購房者來說是承擔得起 因此目前市場缺少約28萬5千套 適合這類購房者的房源 低價房源供應不足 導致市場競爭增加劇 房價在經歷去年夏天短暫降溫後再次攀升 在50萬元以下的房屋交易呈現火爆態勢 而高於50萬的房屋市場則相對平緩 新房源的減少令市場上總房源較去年同期下降了5% 這個現象令購房者面臨更大的挑戰 低價房源短缺問題仍在繼續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部 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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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